Hello 大家好 我是Clairs Art Studio的顯顯姐姐 因為最近疫情很不穩定 又沒有工作 學生又更加悶 又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 很簡單一支圓筆和一張畫紙 都可以在家裏做到一些很好玩的創作 以往的教學經驗 有很多女孩子都有問過我 怎樣畫這個卡通人物 那就是 角落生物 今次這條影片畫一個角落生物 以及用木顏色去畫一幅完整的卡通人物 如果有興趣請你繼續看下去 首先是要定稿 定稿的意思是 我們所有東西要畫得準 因為我們現在要臨無角落生物 如果你的稿是漂亮的話 最後你的製成品已經成功了一半 我有一個習慣的 就是如果臨無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會看一下整個構圖的形狀 是像什麼形狀呢 不知道各位觀眾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它是呈現大概一個梯形的形狀 我會在這幅畫上畫一幅水平線 記得定稿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很輕的力度 剛剛好自己看就可以了 因為最後也是不想出現的 我大概有一個這樣的梯形 我會選擇一條線 就是中間這一條線 方向我會定一個小角色的位置 然後之後我會再畫一條護線 就是中間的線 大角色的地方就像她一樣 我們就可以平mente去定一個 另外一邊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由蝦子走去 主要是由大一點 很大的個人 豬扒有蜥蜴、蜜蜜、貓、貓 我畫畫的時候會看看正中間 正中間第一行是蜥蜜蜜 我們就可以畫一個大概這樣的形狀 鵝蛋形 或者好像一顆圓的形狀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剛才所畫的輔助線去畫 你看到我也是盡量兩邊對稱的 好 然後兩邊可以再畫,因為正中間 我們看一看 又可以再畫一個這樣的形狀 每次畫的時候都會看看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例如它們是不是貼著 是不是大小不一樣呢 其實我看到它們的生物都是一樣大小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是一樣大小 而且他們很友善的 我們全部都貼上一塊 所以我們可以畫一塊 第二行的位置 所以它們就有些不同了 你看到它們兩隻是站在它前面的 適應問號的兩邊 所以它畫的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有一隻企鵝 問號 企鵝還是河童呢? 我覺得它是河童 如果各位觀眾不知道我講什麼 你可以上網看看 角落生物的故事 是很可愛的 每一隻角落生物 為什麼它們這麼出名呢? 其實它的故事很無聊很簡單 不過 偏偏 這些這麼小的細節的東西 或者是每一隻生物都有它的缺點 以及有一個很好的目標 令到這個故事這麼成名 你開始看到我剛才一邊說 一直在拆拆輔助線 因為這些輔助線我們已經不需要了 是炸蝦尾 我覺得它很可憐 好像白兔仔一樣 它跟炸豬扒是很友善的 所以你看到它也是貼在一起 所以炸豬扒在炸蝦尾的後面 所以它會遮住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畫的時候 又是畫一個鵝蛋型 可以遮住 然後又可以拆走了 因為是遮住了 對 這樣了 然後呢 有一隻鼻蝦蟲 這條鼻蝦蟲 其實正在扮成一隻蝸牛 因為它很喜歡 它很喜歡 會到處去搜集不同自己的東西 然後背著它到處去 你看到蝸牛 其實本來形狀的蝸牛是圓形 然後可以大概畫一條腸仔的東西 對 它的位置也是在蝸葉和豬扒的中間 好 然後有一顆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是珍珠奶茶上面的珍珠 它趴在這裡 也對 它其實都是一個鵝蛋型的形狀 但它也是畫到 側面的打側的鵝蛋型 趴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草草 草草 其實好像一個調轉了一個梯形 你看到 我們可以畫了它 其實小朋友 或者初初畫的人 都會覺得 為何你畫到的 我畫不到的 其實都關乎比例的 我每一次畫的時候 或者大小不同的時候 我都會看看 它跟它是差多少 用多點眼睛去觀察 對 去觀察一下 究竟它跟它的比例是多少 你可以用眼睛的觀察 以及一邊畫一邊看著圖 不要只用在這裡畫 如果這樣畫 你畫到最後 原來差那麼多 那就浪費心機了 所以你看到我都不會畫眼而口鼻 所以還是定了一個稿 在這裡畫面 這樣畫面 這樣畫面 這裡也有 好 然後這裡也是貼著 有一顆 這裡也遮住了 這裡也有遮住 這裡是拿著 好住它 然後有一種小灰層 也是原型的小灰層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這時候 你可以重新審試一下 這個排位是否正確 對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可以拆掉所有這些附座線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下去 下一步的了 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會去畫眼耳口鼻 看看一幅你臨毛的話 他們全部的比例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你看到它的眼睛是比較高 而且鼻子和嘴是跟眼睛比較長的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 例如我畫了這個北極紅 我會畫一條線 十字線 我會把眼睛放在這個位置 穿著它 當然眼睛要差不多一樣 好 然後鼻子也是長得高一點 好了 就是這樣 哈哈 接著耳朵 耳朵是一個半圓形的形狀 頭兩邊好像照鏡一樣 好了 然後又可以看看 這條輔助線 還可以幫我們 放在所有東西中間 它中間是有個很好的朋友 這個小包袱 因為話說這個 這個白紅是很怕冷的 這隻白色的紅 對 所以它每一次都會去不同的地方 拿著包袱去不同的地方 去避免這個冬天的 對 很可愛的這個白紅 我們畫這個 包袱 這個包袱也是有樣子的 然後幫我和它一起去 勇闖這個 世界 欸 畫好一個 好了 然後 我們可以陸續去過去 又可以畫一條線 如果 其實每個人畫畫的方法都不同 你可以不一定畫輔助線 而且有些老師或者有些人 都是 不用畫輔助線 都可以做到一些東西很準 對 但是現在呢 我正在教你們 初階 如何畫得好一點 最好用這個方法 我們也是同樣方法 定好 一條輔助線 把東西可以放進去 所有東西放在正中間就可以了 因為角落新聞都是一些 比較簡單的構圖 可以畫這個 嗯 嘿嘿 我覺得稍為可以眼睛分開一點 接著呢 就畫這隻鬼 這隻鬼呢 試一下吧 如果呢 嗯 有很強的觀察力 和這個練習的話呢 你不用畫十字呢 都畫得到的 好像現在的獻獻姐姐這樣 各個生物的表情呢 都是扁嘴的 但是呢 唯一有幾樣生物 是開心的 所以特別令人難忘的 還有一隻雜草 一會兒說 我也很喜歡雜草 因為它很可愛 對 那不如畫雜草先啦 嘿嘿 那這個雜草呢 就是呢 咦 這個雜草呢 就是 為什麼它這麼開心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目標 就是呢 希望呢 有一天呢 可以在它頭殼頂上面 生一朵小花 然後呢 去 送給 即是送這朵花呢 給人的 所以呢 它一直都很積極 去幫自己淋水啦 去找其他角落生物幫忙的 所以呢 它是比較積極 常盡的一個角落生物來的 那就是希望呢 我很欣賞它 有這個目標 這顆不知什麼來的呢 這顆 這顆 這顆我真的不知什麼來的 呵呵 是不是又是珍珠那些 各位觀眾如果知道 告訴我 我真的不太清楚 好啦 然後呢 就是貓貓 對 做完形 肚子 好 乗 然後呢 後來是 lieutenant 把胸袋放在這裡 現在呢 上面拋得一塊 就不會太餓了 所以我們三個人不要太尖 接著就說炸豬扒 炸豬扒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 也可以告訴觀眾 話說這塊豬扒 其實它 99%是脂肪或者炸粉 它只有1%是豬扒的肉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是被人吃剩的 所以這塊豬扒 是跟炸蝦味 很友善 就是跟病相連 都是被人吃剩的 很慘的小生物 一些彎曲的線條 好像畫雲 不過是比較小的 那些圈 我也是跟著我剛才建的稿 是畫的 就變成炸豬扒 好 接著就是我喜歡炸蝦味 炸蝦味 最初我也以為炸蝦味 頭上以為是兔子 原來不是 是炸蝦味的尾巴 這樣就可以畫了 我也是炸 所以可以做這些線條 現在是炸蝦的狀態 所以記得要小小 一個好的定稿 其實是 那些線條不要太多 也不要搭 因為我之前看見有些學生 就是 炸蝦味的線條 暖七八糟 去到最後 上色的時候 也不知道自己的線條 搭哪條線 所以 最好是 清晰乾淨 最後你上色又乾淨 又不會 撈撈亂自己 打亂自己的思維 所以整潔也很重要 一個畫面 我很喜歡用水溶性的 毛顏色 對 但是關於毛顏色 哪些牌子好用 可能下一條片 或者遲些會再跟大家講 對 但是一般 如果是小朋友 你覺得 容易控制的 其實我會喜歡 介紹給小朋友 用水溶性 因為它容易推開 而且你再加水 又會有另一種的效果 油顏色 都要分次序 那 因為本身我是 顯姊姊姊的左腰 所以我會決定 是由右邊 開始油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 那些紋在 就是你那些圓筆 塗在這裡 就令整幅畫 或者整本寶 全部都髒了 那所以我會 是由右邊開始 但是如果是右腰的觀眾 你可以由左邊開始油的 那就可以避免 弄髒幅畫的機會 那 如果你再害怕 其實我都建議 最好最好 就把乾淨的廢紙 或者白紙 去佔著 一幅畫 可以佔著自己 自己的手 同時可以保護一幅畫 首先 會由淺色開始油的 那 我們會用紅色 那你選一隻紅色 那 看看 這隻紅色就比較好 試一下顏色 對 你可以 逢身落筆的時候 都可以看一看 對 跟這隻顏色差不多 另外還有一隻紅色 再試一下 那 這隻紅色比較偏橙的 但是我看到這幅圖 它是偏 紅的 大紅的紫色 大紅的紅色 所以呢 這個會比較好 那 然後我們可以 首先呢 我會的習慣就是 畫了一個外框線 先去提醒自己這個位置 是紅色 那 又是用一個 輕的力度 記住 有沒有顏色 我們呢 最忌忌就是 那些力度不平均 那所以呢 我們呢 是用平均 中頂的力度 你看到我全部都是很平均的 還有 筆順也很重要 你看到我全部都是上下上下的筆觸去油 那 那就油滿了整個 紅色的位置 就是圍菌 那 油完一次了 你覺得它的紅色好像不太出色 那 你又要油多第二次了 又是同樣的力度 不需要特別大力或者特別小力 那 要用心思去油 那 你會看到它開始油第二層的時候 它就會給第一層 深色一點明顯一點 仍然都是順著上下上下的方向去油 那 你會看到我呢 開始又油近 多次 第三層 就是這樣 角落生物呢 都會有一個寬線的 外寬線的 它不是純黑色的 你可以看清楚一點 它不是純黑色 它是深啡色的 那 所以呢 我就會選一隻深啡色 向眼睛開始 對 又用剛才的方法 畫了外寬線 然後呢 再填滿它 那又是啦 可以 重複重複油 油到你覺得 這個厚度是合適了 好了 然後呢 畫一隻手 那這個呢 通常呢 嗯 我通常說這些外寬線呢 就跟剛才呢 由紅色的力度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會 大力少少的 但是呢 不代表呢 一條線就可以完成 都是會重複 再畫多幾層 可以呢 來回畫的 你不要預期自己畫到 你呢 可以把這些 這麼長的線條 分開 分段去畫 畫好了 才再畫下一段 這樣呢 接駁位呢 就要接得好一點了 看準個位 這裡我們又停一停 拿起筆 這樣分段畫呢 那你就不用 那麼辛苦了 這兩隻顏色呢 如果呢 合在一起呢 它的顏色就會比較 噢 比較好一點 我剛才弄到 這個太長了 先弄一下畫面 嘻 噢 淺的顏色在底先 又是呢 勾拉這個 好 接著呢 就會拿第二支了 你想混合的顏色 又是一樣的力度 蓋上去 記住喔 我們混顏色的時候 的力度呢 千萬不要太大力 因為呢 太大力呢 它呢 就蓋不到第二隻顏色上去 了 它呢 是 腳亂有的 零 你把東西拿出來 だ 是 她是 黑 那不是 這隻 一隻 來吧 唉 這個時候 彥姊姊覺得 唉 好累了 先關掉冷腰 恩 cut 逮,停 好 當你畫畫 有時畫得很累 不要緊的 你覺得自己 很累的時候 不要強迫自己 繼續畫下去 尤其是小朋友 因為我見過 太少女生 沒有用心畫 我寧願 叫她 鬆一鬆 休息幾分鐘 幾分鐘之後 回來 繼續完成 就不要硬逼 但千萬千萬不要半途而廢 因為這幅畫是你經過很多心機去畫 所以一定要堅持下去 好 加油 好了 接著就由什麼好呢 由頭頂的那顆 那顆又是跟它一樣 差不多顏色 但你看清楚一點 它是有一點點不同 深色一點的 我決定也是會混色的 我會混合這顆鮮黃色 檸檬色 再做一個打底 其實你可以看相同的顏色 可能一個畫面裡面 它同樣出現有綠色 例如這個企鵝和這個草都是綠色 我會比較 例如看看這顆綠色 跟企鵝問號的綠色是否差不多 不過它是淺色一點點的 你可以找回這顆雜草的綠色 先抽它出來 剛才是混色的 可以拿回 然後再比較一下 剛才我們混色的 有兩顆的 你說相似的 可以拿回 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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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黃的 所以我會用這顆綠色 去做 旁邊抱著它那顆珍珠 是淺 很淺很淺的藍 這顆淺藍也是重複的 這顆綠色的綠色 這顆綠色的綠色 都差不多 這顆綠色的綠色 我們要記住 這顆綠色 又可以試試看 先試試看 這顆綠色 其實你看到它 所有的綠色都是粉色系列 所以盡量選擇粉色系列 淺色一點 所以我會選擇這個 很喜歡的 剛剛的野菜 當然 有一點 Poke 複雜 我會選擇 給我 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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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鱿鱿鱿鱿鱿 好累啊 我可能太久沒有畫畫 我終於明白以前 我有教小朋友去畫毛顏色的 現在差不多畫了一個多小時 都畫了一個半小時 終於知道為什麼學生畫很累 我現在終於明白了 我真的好累 然後學生就會說 早知道不選吧 不選這麼多這些生物 選一隻兩隻就算了 我終於明白了 但我是不會放棄的 因為畫畫是很漂亮的 我知道 加油 好 好 完成了 我自己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每完成一幅畫 我都想記錄自己幾時畫 以及簽名 即使這幅不是你創作的畫 而是一幅臨毛的畫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通常我們簽名 不過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有些人的簽名可能是大大 是一個很明顯的位置 我的習慣就是小小的 因為整個畫面的主題 焦點不是在我的簽名 而是在整個畫面 至於藝術家或畫的人 我覺得是次要 通常一般都會在 左下角或者右下角的位置 我們很少擺在上面畫面的位置 所以我會喜歡 我會首先看一下這幅畫 平不平衡 咦? 差一樣東西 就是差這個物體沙 這粒物體沙 我剪掉了 就是用圖的東西 大家知道它的頭 是有不同 很明顯這個是比較幼 我會選擇比較幼 可以做到細緻一點 線 先拼一拼 所有東西為了穩盡起點 都是在一張不要的廢紙上試一試 試了再加筆 啊!可以了 差點忘記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圓筆 或者你可以用勾線的筆 去做簽名也可以 我會用勾線的筆 我會看看哪個位置放得好看一點 我自己覺得喜歡放在右邊 因為我不想跟它作 我可以簽名了 在這裡 在在圖片下面 可以寫回年份 我自己習慣寫年份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寫回 月份和日期 也可以 耶! 這樣就完成了 哇!終於完成了這幅圖了 如果有任何的意見 或者你很想軒軒姐姐下一次再教你畫的 畫其他的卡通片 或者畫其他的物品 或者是素描那些 歡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日後也可以再改善 又或者去考慮一下拍其他不同類型的片 好多謝你來看我這條片 希望你喜歡啦 拜拜